喂 宝贝 你下来吧 我到楼下了 有事吗 领证啊 睡迷糊了 回来等一会儿了 她化妆慢 这么快 正往下绝 走的时候开车 我下来就是跟你说 你去领你的证不用来特地通知我 他跟我不结了 你爱跟谁结跟谁结 是因为彩礼的事吗 我不都跟你说了 这事都赶一块去了 你理解理解我不行吗 抱歉 我理解不了 我嫁你家去是过日子的 不是去跟你家玩共斗的 瑶瑶 什么事啊 本来挺好的 一个月前 你家问我家 彩礼这边有什么规矩 我告诉你全看南方家的心意 当时我都是给咱俩 所以我不是说了给说 这样对你家也有面了 你还好意思提这事呢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 我奶最近身体不好 我妈说给老人留一点钱 那为什么之前不提 不要在这个时候提啊 不是 我家给我奶留点钱怎么了 这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给你奶留点钱有什么问题呢 所以这就是从最开始的十万变成六万六是吗 我合计着 彩礼本来就是南方的心意 我也不想为难他 就无所谓了 当初不是你说没什么规矩吗 都看南方心意 这不是你说了吗 王松一啊 王松一 你说我是该哭还是该笑呢 不 我不想哭 这不也行吗 六万六啊 这要是六万六我就不说啥了 又过了一周 他又问我 你们家最少能接受的彩礼是多少 我问他啥意思 他告诉你 那我大姑买车来借钱 我爸又不好意思不借 我说不跟你商量商量吗 好 这就又从六万六变成两二八了是吗 你不是真遇上事了 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吗 那谁体谅我呀 我追入满红金区的相机 小一啊 这又是你不对了吧 那瑶瑶已经做得到不过来了 你家这是干什么呀 瑶瑶 你看一顿上看看吧 那上面能取得到同床的帅帅美女 能帮你测试认证适合女婿嫁 什么情况都知道 都是实际认证过的 好 上楼吧 大家走了 我没说完呢 这要是有那两万八我就不说什么了 聘礼也没送聘礼也没送聘礼 上我家就要带我去领上 王松一 你脑袋没什么毛病嘛 我妈能算好日子 那先领证再送聘礼 这又没啥中国 王松一 你怎么说出口的呀 一次两次刷新我的底线 你们家真是给我上演了一出好戏 瑶瑶 对了 你跟我说你奶生病了 我去看她了 她说她很好 不用我管